今天煮这个茶壶 茶壶 今天煮这个茶壶 茶壶也就是我们本地的猪娜 我们这里本地也有好几种猪娜 这个就是白茶 然后再教大家怎么分辨这几个品种 然后这个是白茶肉质比较软的那种 今天教你们比较本地式的吃法 现在我们清洗一下 洗好之后我们就拿去腌 就是安装锅出动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是很喜欢用安装 安装安好水锅我们就倒下去 然后一样放一点胶钦 放点糖 然后鵝倒油就不要放了 不然等下让它煎出来会太黑 腌制至少半小时才拿来煎 腌了几个小时入味了 其实我不是用这种锅煎的 是可以用平底锅 可是不要用这种麦石锅 煎出来它就有一点焦焦的 它底部这样 然后就有黑一点什么 这样更香更好吃 我就第一次用这个麦石锅 所以太完美也不好 可是不用紧啊 现在这样就变成有点 这样从中餐转换成第一餐的感觉 有不有 我在洗葱啊 看着早我在洗葱啊 之前没有拍的 洗葱不代表我没有洗的 害怕大煮大草的杂伯们 这样的煮法就非常适合你们了 撒上了辣椒和葱花 瞬间高级有不有 嗯 搓摇搓脚 可是这样煮也是鸡杯好料耶 大家试一试吧